大家好 安吉拉在打电话呢 安吉拉 你给谁打的电话 给谁打的 给我大舅哥 家里面打过去了 我大舅嫂子接的 也不知道是我大舅嫂子 还是他女儿接的 打过去了 我现在要出去给安吉拉 再买点奶粉 因为上一次 就是买错那一次 那已经是 一个礼拜之前的事情了 因为中间 我还有两三天没有拍 然后那个也是 存了两三天才发布的 存了三天啊 应该是 没有了吧 背包 背包 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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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你睡觉吧 好不好 现在准备出去给安吉拉 买奶粉 到这个超市里面了 灯光有问题 这边全部是奶粉 这个就是 那个巧克力味道的 最起码这里还画了个巧克力 上一次我买到这下面 巧克力都没画 买这个 大罐的 安吉拉喝这个 大罐的 安吉拉喝这个 要了两罐没有大罐的只有小罐 它就最后就拿了 这边 这边 这个 这个 这边 什么 那边 没有了 其实这个超市还不小 那里面还有 还有很多地方 这边是这个洗发水 沐浴路这之类的 这边是洗衣粉 巴斯 现在这里车很多 卖水果的也很多 这边是吃饭的 特别是往那边去卖水果的更多 苹果 现在的苹果已经不好吃了 全部都是面的 不是脆的 回到家里面了 两罐奶粉 这里面是牛奶 刚刚 我出去的时候 我老婆他们 就已经开始准备吃饭了 我说把这个土豆丝切了 切了这个土豆丝 说炒还没炒呢 我老婆问我要不要吃那个饼 然后我老婆做的这个菜 我说我不吃 我想吃点这个面条 炒点土豆丝之类的 这是我老婆他们吃的 这里面是煮的这个鸡肉 他们吃饼 安吉拉的这个 这个奶粉 没有吃 原本是一罐啊 然后这个小罐子里面放了一小罐 刚开始 给安吉拉 冲了这个奶粉 安吉拉不喝 然后一看 不对 这个大罐子里面放了一小罐 这个奶粉说出去的时候啊 偶尔会出去 然后带着这个小罐子 不拿这个大罐 所以说这一罐奶粉 好几千 这样也不喝 刚好这 这两罐小罐 和这一大罐 刚好是一样多 面条做好了 吃 赶紧吃 拿个勺子 我老婆刚刚给她拿个勺子 我去给她换成叉子 勺子不行 安吉拉 换这个 换这个 这个 这个给爸爸 用那个手 那个手 这个手你用不了 这个手 拿着 这个手拿 吃吧 你吃吧 你吃吧 爸爸还要吃饭呢 今天视频就录制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视频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